大家好,我是小星 我是小芳 今天我们要做一种比较特别的酸菜 从来没有做过这种的 这是我们家自己种的胡萝卜 因为很少管它,也不怎么施肥 所以长得比较小 看有没有大一点 这个有点大 这个胡萝卜很小一个 这个大的 还有迷你的 这个有点像葫芦 这个很像葫芦 那个里面有点 친 好,我们回家 好了,我们回家 去吧,退 退 先把这个叶子切掉 不要弄叶子 这个葫芦菇也很像 这要记里面那个胡疤 先把这个泥巴都刮掉 其实这种胡萝卜拿来验身酸的 还是第一次做 前一段时间做那个酸萝卜 然后听到别人说 这个胡萝卜也可以做 而且放久了它还是很脆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尝试做一点 这个盘子以前是腌过那个酸萝卜的 所以里面还有酸水 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上次有朋友说 就是不知道那个酸水怎么做 其实第一次做 你只要放那个冷开水 放一点盐 直接在里面 它腌一段时间自己就酸了 像我们这个原来有酸水 所以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大概腌半个月左右 应该就可以吃了 好了 就这样放着一段时间就可以吃了 那个酸水 我还能吃的 走快了 我们下午就把这些西纹的 历导